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俄罗斯逐行节晚上的占卜 我们将求完民族世界万华中心的宠物 研制自己 参观俄罗斯时期人们是如何进行占卜的 根据俄罗斯的占卜传统 我们会跑斩血来预测过何时会出家 可不为迷蒙尝试 而用用现代的占卜方式 预测因缘、前菜和健康方面运势 与莫斯科的闲置一起谈讨占卜的经济 相信大多数女孩在年轻时都希望在一个年轻的高富帅 早在罗斯时期俄罗斯的年轻人 就在住闲街的夜晚足迹在母国内占卜未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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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世界万华中心的宠物掩饰自己的工作 人员将帮我们营造那时候的范围 万华中心距离莫斯科是70公里 公家们模仿古代的建筑风格建造了木屋 今天员工们将为前来万华中心参观的客人们 展现俄罗斯国来的占卜仪式 以前俄罗斯的女孩从15岁到18岁在农村等他们的老公 今天就在俄罗斯的木屋里 的男牛老少感兴趣的问题是姻缘和财运 准备好做占卜了吗 把所有的东西都混合在一起 美女摸到奶一样就拿出来 如果拿到的是一块面包 未来的新郎会是一个富有的人 如果拿到的是截指 那新郎一定会是一个帅哥 那看看大家都会抽到什么 有人抽到了面包 有人拿到了截指 要是能一次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我占卜的结果是未来的老公是个勤快的人 这样很好 他会努力工作养家 当然占卜能给人一鼓舞 但我今天的运气不是很好 我想如今占卜是一种很有趣的活动 可以预知未来 我占卜的结果是 未来的老公会是一个帅哥 但我希望我的回头率会比他高 新年的节庆活动是过去年兴生 寻找帮流的最佳时期 因为造过罗斯年轻男女 只能在冬季农险时 找对象下集时 他们在满雨农舞 那时候年轻人还通过占卜修缘 这样的修缘占卜需要鼓里和豆子 修下缘完后 需要注意一把豆子在手里 然后熟你抓到的豆子 如果是双数 那远远就会实现 也希望明年当中国的明星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可不可以 那我现在有这个东西 现在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我明年肯定要当中国的明星 过去人们还会对手城进行战步 需要倒一碗水翻到室外 如果水结冰是古处一个小山 以水者封守 如果冰面出现猎王 寿命将会是困难的一年 还可以把母书房倒枕口下 夜晚门到的人就将成为你的辅寿 我有很丰富的占卜经验 我的奶奶住在乌克兰 我小时候就在村子里占卜 然后在罗斯托夫州上大学的时候 进一步地了解了占卜 今年我们还去到了沃洛格德斯克州 拜访了严寒老人 我们在那里接触到了一些新奇的占卜方式 今天我们知道了如何用毛巾靴子和木材占卜 我的女儿经常很疑惑 为什么她已经有了爸爸 我还要占卜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节日的仪式 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 我在这之前就占卜过 我算出我会去巴黎并成为口腔科医生 我们会用纸占卜 把纸点燃 然后看她的投影 我的纸是一颗牙的形状 旧著名的占卜 就是算姻缘的占卜 我次需要用右手 那其一只占卜炮先入口的方向 需要这样来抛 现在我们看看沾靴的鞋尖指向什么方向 如果是店铺的方向就是能架出去 如果是街道的方向就是架不出去 现在我也来试一试 但我也要到外面去 你们猜 沾靴会住下哪里 我什么时候能嫁人了 不知道呢 我骗了大家 其实我已经结婚了 但我的朋友们还没有嫁人了 我看看他们知道那些现代的占卜方式 在新代的城市 那些莫斯科的姑娘想知道他们的命运 他们用蜡烛 用男的照片 用书以看他们的命运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纪南和悠里亚 他们28岁了 他们并且想找到自己的书以蓝军 还想翻财 今天为了移植 您用他们要用到垃圾 金子 粉垃 腹链 和截纸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占卜方式 只需要看着蜡烛许愿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倒掉蜂蜡 然后观察蜂蜡形成的形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是你的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得到了一个男人的形象,今年我会遇到自己的老公,这是他的鼻子,手,头,帽子,希望他已经在等我了。 而戒指算出来的是我出嫁的年龄,需要拿一枚戒指和线,计算戒指碰撞baby的次数就是结婚时的年龄。 我才能够购买一个小链,我已经拿到了一个小链。 我才能够购买一个小链。 世界上很多时候姑娘在詹布什看到了都是自己喜欢看到和听到的事 莫斯科的先知为我们讲述占卜的危险 先知决定在自己的沙龙内为我们解密占卜的利弊 平时他就是在这里接近自己的误客 实际上在主险节的夜晚占卜是对神灵的亵渎 为什么呢 这是耶稣受洗的夜晚 占卜的亵渎之处在于人们希望听到自己想听到的话 他们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实现 也就是今天健康和对某人的爱 实际上他们试图让自己相信未来将会发生的事 最终人们会无所事事不再付出努力 人们会无事事不再付出努力 根据维多利亚的建议 首先需要在心理和意识上做好调整 达到和谐的状态 任何指派,金子和蜡烛 都无法对未来产生正面的影响 俱乐部的宗旨在于教会女人如何与男人进行沟通 如何认识他们,如何表现自己 是否应该占有他们的私人空间 因为女人喜欢掌控男人的一切 如何维持感情,以及如何把自己嫁掉 怎样才能让男女关系永远保持在蜜月期 всю жизнь, как в медовый месяц 整部只是一种有乐 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比努力 这样还可以觉得成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